壞人因畏懼而服從 好人因愛而服從 非常易世界 說起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郭子乾 我是志希 郭哥 你現在已經融身為星座大師了 哪裡 你可以幫我算一下 我2017年什麼時候 會交到男朋友嗎 這個簡單啊 你是射手座的嘛 射手座 射手座是從上自由不受約束 如果你要選擇另外一半的話 另外一半最好是 不要限制你的行動 而要可以跟你一起去 分享你的夢想 這種人最好 好準喔 對 就好像放風箏一樣 對不對 拉得越緊他就可能就斷線了 所以說要關心你的人 千萬不要提醒你幾點要回家 而是要注意你的安全就好了 然後時時的在旁邊 呵護你 體貼我那種 對 郭哥你好厲害喔 開玩笑對不對 但是你要注意喔 今天千萬不要找一個 是同屬射手座的男生 不能找跟我一樣星座的人 只有今天 為什麼 因為他會帶你去北海岸 北海岸在哪裡啊 北海岸 因為這個射手座的人 通常很愛情定北海岸 所以說我們 不然你去問白雲好了 白雲哥 不是 你關我什麼事 情定北海岸 那這關我有事了 對… 我跟你講 這北海岸就是在 金山巴黎這一帶 真的滿好玩的 我跟你講 其實為什麼要講到北海岸 因為白雲入行 拍的第一部電影就是這部電影 這叫情定北海岸喔 對 浪漫喔 浪漫片 浪漫片 那個 先不要 你不是我的菜 我不是你的菜 但是它是你的飯喔 你吃它會很肥喔 我不要啦 你那個怪叔叔 怪叔叔是不是 怪叔叔啦 好啦 今天既然你要問到 這個如何挑選另外一半 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有很多可以占卜 然後算命的 我最喜歡算命單元了 趕快來歡迎我們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白雲 各位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們飛電博士 姜煥榮博士 大家好 第三位歷史老師 陳齊老師 第四位是我們 益金像素老師 葉晉鈞老師 對不對 貴好 你看看 幫你找到這個葉老師 每次有算命的 都會有白雲哥 因為他就是 不是我說 不是 白雲 你不能怪他 射手座 直說 有話就直說 他如果你在他的印象中間是這樣 那就永遠都是這樣 真的喔 沒辦法改變 我告訴你 我決定把你帶到北海 好好喝個咖啡 慢慢給你 當你聊到我內心深處好不好 果然你看看 就是神棍的代表 好 那我們今天 既然是有那麼多的這個 有贊卜老師在現場 你平常有在算命嗎 很常 那你非常喜歡占卜的方式 你喜歡 相信哪一種 我現在很迷的就是 塔羅 塔羅真的好準喔 比如說我之前遇到一個男生 我就問說 這個男生可不可以適合 當交往的對象 他直接一翻牌直接跟我說 爛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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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連 你知道嗎 爛男人 連話都不會講爛男人 爛男人 對 他就直接這樣講 然後說你不要跟他有什麼關係 後來我就真的斷掉這樣 不是 但是問題是這個老師 連看過這個男的都沒有 可是他講得很準 比如說這個男生他說 他是一個很花心的人 他會一直劈腿 就是有第三者 但是你喜歡那個男人真的是這樣 對 就是就我觀察而已 那你這個爛女來了 不是 那你就知道他這樣 你幹嘛還是不破他 等一下... 我覺得射手 遇到射手那個會抹爆起來 會這樣喔 一言不合會打起來了 先到這裡就好 江博士 你剛才講的射手那些是西洋占星 那是命理跟指揮董事一樣 然後占卜就是像易經 塔羅牌 像我也學過塔羅牌 塔羅牌是中國的 不是 我說我學過塔羅牌 然後我是中華民國占星學位的 顧問跟名義理事 我也在教塔羅牌 你剛才講爛男人是抽到中正的 江博士你頭銜滿多的 沒有 因為這個是跟外星很有關 對啦 因為活到老學到老 不是 他那個大哥剛才說我大人都牽頭外星而已 其實易經跟塔羅就是來自於天上 這證書 易經 塔羅來自天上 這個是重要 跟摩西世界有關 就是西洋的 然後中國的易經 等一下老師會講 這個是塔羅牌真的很準 就你旁邊這位白雲好了 你幫他測一下 測一下他會不會再婚 用易經帳譜比較準 你要抽一根也可以 試試抽一根 抽一根 不準 火點 火點 可以啦 點火 沒有火啦 他要抽 抽一個 是抽這個 抽一個牌 奇怪 你們講好 我想說已經接那麼久了 你要抽一根 當場 左手 左手 你心裡想 你會不會再婚 我會不會再婚 你要想 我要再婚 你要再婚 該婚 這張牌要給鏡頭看一下 要給鏡頭看一下 會不會再婚 這是逆位 蠻困難的 蠻困難的 要再婚 要再婚的話要 要困這位 行困到庭 很誠懇在一起行困到庭 一張牌只是當參考 我剛才講過一張牌 不準 不是不準 也不準 不準 不準 這樣好了 你這個西洋的塔羅 已經占卜了嗎 對不對 這樣就算占卜了 這麼隨便 這樣好了 我們 你只能這樣 一個顯示就是差不多 就決定你的命運 那我們現在有葉老師 他是液晶專家的 你要不要同樣的問題 問一下液晶 就直接問 直接問啊 直接問 我這邊就很簡單了 不然你要什麼時候才要問 你想想你自己 你給我兩組數字 我立刻給答案 183 Club 來 再來 666 好吉祥 數字是滿好的 要看掛像好不好 還有這樣分 數字跟掛像不一樣 因為射手座通常聽信比較好 這應該這樣講 在一個掛像裡面 他可以表現全部的一個特性 在特性裡面來講 講實話 白韻哥 他其實並不是真的想結婚 就愛玩嘛 沒有定性 對啊 沒有定性 不是啦 因為我曾經結過婚了 是… 已經被那隻 SNAKE咬過了對不對 看到草神會怕嘛 對不對 是這樣 誠意 對啊 然後就是說 交女朋友OK 是 我願意交女朋友 但不見得想結婚 那也是OK的 你要找到這種人 跟你搭配就好了嘛 就到底 人家說在一起嘛 對不對 男女關係滿複雜的 沒有 沒有 只交女朋友 要是那個白雲沒有誠意 那我來一個有誠意的 對不對 你啊 來問問我的事業如何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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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只有平凡 這個中國疫情它很簡單 當你研究完畢之後呢 叫你有誠心 你有誠意 你給我一個媒介 我就可以算 這樣子 數字要三個還是四個 兩個 這個 為什麼要講兩個呢 跟別人不太一樣 不是不一樣 是因為 傳統就是要兩個條件給我 那隱藏一個條件呢 是古人留下來 那叫做MEGA 所以給我兩個數字 好 第一組 1122 1122 第二組 8899 8899嘛 對 應該也是工作狂 一不做二不休 它是以禮掛作代表 它所獲得的掛像 掛像就是六搖掛 它叫火遮掛 火遮掛 火遮掛就是代表觀看 觀想 然後窺視某些的職業和工作 在等待著某些事情 看它是不能開發結果 但是有點不太容易 因為你要把它 那很多事情要把它掌握住 有點難度 對 在過程裡面來講呢 當然說 因為禮掛是代表你了 可是你要控制住所有的事情 那你要如何控制呢 以現在來講呢 你要拿出百分之百的力量控制 控制 如果說在立春之前沒有控制好 不會成功 是… 像我們在疫情的解掛來講 它的時間 時間 細節 這個過程是很清楚的 就是說 它這個你給我什麼東西 立刻進入疫情的掛像 你就可以做明確的表達 可以做參考 你看看 簡簡單單 幾個數字 老師講得乾淨俐落 我從疫情 疫情跟討論牌 都不必講你的出生人 那是什麼意思 你那是一種能量的投訴 能量 人是一個小宇宙 整個外部空大宇宙 你我都有意識力 我們都知道 可是你的潛能意識跟我 我們都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一個能量有互相溝通 那個牌跟疫情把它調出來 我們來解釋 就這樣 很簡單 所以那個頭牌 後來的小牌 就變成撲克牌 所以撲克牌能占卜 它的小牌 就變成今天的撲克牌 撲克牌數字比較大 真的 那年快到了 也不會 說他 全部 沒有啦 撲克牌是多元性的功能 這個頭牌不能賭博 對啦… 你也玩你那個時代的 減紅點就好了 我還10點半 10點半 我還心臟病 所以這個占卜會隨著時間的改變 然後子惠德是跟什麼命理的占星 那是整個一生的運勢的趨勢 當然占卜是一件事情 但是會隨著時間改變 因為能量也會慢慢改變 我們在座的示威特白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種算命的方式 我比較喜歡西洋戰星 西洋戰星 白雲呢 你不在信這個 真的 我可以說我不信 但是我可以講多我親身的經歷 我在25歲的時候 曾經有去算過一個 指揮斗數跟一個八字 這個一般我們去算 是不是要給錢對不對 對 這個剛好是我的朋友 我當時20幾歲而已 那時候已經拍了 剛好在那個前後 前後 對 剛好在那個前後 就差不多 你這樣講大家都清楚了 對 磨磨彤彤彤 還不知道前途在哪裡的時候 對不對 給了你一筆錢你就去這樣 不然我就把身材練好 是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記得我那個朋友是在苗栗 然後我們就跟台北的朋友 一起下去苗栗玩 然後他在閒聊當中 他現在學這個 另外一個已經有在開那個相命館 然後我就說他也會 我會指揮 那你會八字 那這樣好了 算我好了 結果我就把我的生成八字 然後另外一個算八字就給他 給他八字 哪八字你知道嗎 哪八字 忠孝仁愛 心意合併 自自然然 戰戰清清 自自 那時候你的心境 不是啦 瞎講的啦 然後真的就 你想什麼我都信什麼 你怎麼會認真講 你認真一點 你當時變得孤兒 我很順心射手座 然後後來真的就這樣 算出來之後呢 是他們兩個一起算出來 然後說好 這一張 我這一張還留著 他帶來現場 寫什麼 然後上面有一個最準的 我現在最準的 最準 寫什麼 他說我93年會離婚 然後94年 我的母親父親會離開 這個是證實的 其他的都還沒有發生的 但是這個是發生的我就覺得 20幾天才就這樣 對 這是我在民國84年的時候 就算了 所以他們兩個 一個八字 一個指揮 就這一次 我就算這一次 後來再算的 都不準 我都不相信 這個有他的口信度 因為你看白雲 他能夠放在隨身 放在身上 遺甲裡面 他生性不異 因為他當初撤的 他也想說求證一下 結果沒想到 這麼的應證 對 我以前當完兵之後 我有去實習 因為我是讀海專 我跑船 我跑船 我就去跑了一個商船 我跑到泰國去 泰國有那些什麼 四面佛的那個像 對 反正也是跟你一樣 二十幾歲 求個籤好了 我也就求個籤 我也是隨身待在身上 但現在放在家裡 他也是四句話 講得真好 他說 就抱著樹也沒有溫度 期待紅日上 方可長生存 我想一想好像 這個很簡單 就是說你沒找到你人生的目標 你現在這個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黃雀苦寒酸 就是苦哈哈的 你要找到你的目標 你的中心思想的話 你就可以方可長生存 所以我 這個 這個 實習完之後 馬上就投入演藝圈 就變演藝圈的長生術 對 長生術啦 長生術 我還長生不老要 對 郭哥會演到150歲 我可能因為這個籤 我找到我自己想要的興趣方式 工作這個目標 我是這樣解讀 不曉得 是 陳教授你喜歡哪一種 我也是指揮手術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自己有去學 為什麼呢 就是有一次高中時代 我去電腦公司 那時候學這個是要把妹用的 對不對 對不對 看手相 安全中間 沒有 其實不是 你不要以自己的心態 去揣摩別人 只有你 我是學手相 白雲不要因為想要摸 人家女生的手 就是學手相 但是都是一些歐巴桑來給我摸 我不會 而且歐巴桑還流手汗 打一打一打一 來 指教授 我是去電腦公司 那時候是為了程式的作業 然後剛好有一個就是那個 就是指圍抖數的算命師 他也在用那個程式設計 那個指圍抖數 於是他就順便幫我看 看完之後他就跟我講那句話 那句話讓我深深的受到震撼 他說 你個性非常堅強 但是你跟父親的緣分不夠好 那時候我們一般來講都會講好的 他突然跟我講這句話 我就很訝異 因為對 確實我跟我父親的感情 不是非常的好 然後他這樣的一個說法 就啟發了我去看相關的書籍 開始去學 可是重點出來了 後來我為什麼沒有繼續再學 我後來發現功力高下出在哪裡 任何人去找書來直接排 排得出來都可以看得出來 可是真正厲害的人 他可以把各式各樣的條件 融會貫通 而且結合八字結合深層年月日 去挑出最有可能的那一個點 我們一般人初學者 功力不夠強的人做不到 所以這個時候 就要找真正的藝學大師葉老師 謝謝 他有男女關係之後不要補 我說不准 男女氣血不穩定 那就不要補 不要說剛剛高興完了 立刻來補優掛 那四條不準 那如果 那如果 沒錯 OK 做完那檔事 要多久才能來問 24小時吧 就等你冷靜了 是啊 24小時 要問一下葉老師 太棒了 這個占卜或者卜掛 有什麼禁忌沒有 我們在藝經的學問裡面 我們叫藝學或藝經好了 它裡面來講呢 它有很多學問 裡面有一部分可以算命 我們要這樣子認知它 第二點在算命歷程裡面 既然我們要算命 像剛剛 譬如白雲哥給我兩個數字 這數字從 我要請教白雲哥 從哪來的 這是重點 你怎麼會想到這兩個數字 哪來的 那就隨意 一個隨意想的男人 你就隨便感覺 這不是隨便的 他給的 他給了一個信 他給了一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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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靈感 這就是叫做先天的感應 先天感應給你之後 就進入我這邊 我再用先天的掛把它排出來 所以說既然是這樣來講 我們要相信我們中國人的文化 好 那中國文化既然是這麼的偉大 當然有沒有禁忌 當然有 那第一個 如果說有幾個時間點是不太適合 第一點 紙時 第二個 午時 紙時是 半夜11點到1點 1點 如果我是那時候生的 那生才不錯 那無所謂 反正我那個時候不問 能生就好 尤其是我 我曾經問別人說 你生是什麼時候 當你猜11點到18點 我說 你媽生那麼久 生好久 那個 像這個當然是有一個禁忌的 第一點 因為紙時和午時這兩時間不適合 紙時的時候是 即陰之死 對 陰陽不協調 第二個 午時 即陽之死 不適合 第三個 天遙地凍在 地震的時候不適合 這時候天地之氣是不穩定的 再來就是說 當然有男女關係之後 不要補 不准 我直接講叫不准 男女氣血不穩定 那就不要補 不要說剛剛高興完了 立刻來補優寡 那四條不準 那如果 先補完再去嗎 沒事 OK 這OK 因為還沒有 還沒有興奮過 對 還沒有興奮過 要把這個情緒抓穩 那如果 做完那檔事 要多久才能來問 20小時吧 就等你冷靜了 20小時 心情平靜了之後 對 休息一下 那這些當然是一些 最簡單最基本的嘗試 再來就是說 人與人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了 那今天我說 我 他是我朋友 我問他跟他的合作關係 跟他生意關係 這可以 他不能來問我說 窒息他的事情如何 他不能問別人的 不行 不能跳太遠 這樣會搞太遠了 我曾經碰過補優更厲害了 來 老師幫我補優 我說什麼事 你幫我看看那個人什麼時候死 好壞 我說 我說 我說你跟他什麼關係 扯而半天他告訴我說 他是我的債務人 我說那為什麼要問他什麼時候死呢 對啊 看那個債務怎麼知道 他死了之後 不要他的保險 因此 所以說在這個工作的範圍裡面 超越你 單純的兩人關係 不要去算他 這樣基本的經濟是如此來講 當然我們在疫情掛牆來講 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自主人剛剛問我了 你幾歲 因為我跟他講說 我研究疫情40多年了 他就問他 這個已經是到不惑之年了吧 我今天也62歲了 看不出來 是 感覺好像50出頭 看起來跟哥哥差不多 對 對啊 50出頭不能跟你差不多 不是 我是該高興還是不該 因為我突然 以老師的年紀駕到我身上 其實我也覺得滿好的 對 因為我要講這40多年的研究來講 因為最重要的是說 疫情它本身有兩大系統 這兩大系統大家會忽略 第一個是圖像系統 第二個文字系統 這兩個非常明確的 因為在疫情裡面 它有一個掛像 還有敘述文字 掛像文字來講 大家會忽略掛像 而直接在文字上面打轉 越轉越糊塗 今天像剛剛我們在補掛 你給我的數字我要改成掛像 我要解讀掛像 才知道真正的你 如果說我 你告訴我數字的時候 我馬上翻書 我翻書很快 翻書跟翻臉一樣 就是翻臉 當你把書翻完 客人也翻臉了 因為三千年前這故事 跟我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說 在這個疫情的掛像裡面來講 它真是有 它很重要文化傳統在裡面 所以說以我來講 我非常的笃信 我們中華文化 今天如果說我們的疫情 和疫情掛像和疫情的運用 它沒有辦法流傳到現在 那早就被淘汰了 是 反過來談 今天沒有被淘汰 表示 是我們沒有辦法淘汰他 不是 那聽起來這個疫情好厲害 那疫情是誰創作的 周文王 應該這樣講 六千年前福西是畫了 畫了八卦之後 隔了三千年 就是三千兩百年前 周文王那時候因為 沒什麼事 住在游泥裡面 每天打掃 掃掃地 做午飯的 在游泥他就想想看 就跟我們李總統一樣 就排排東西 寫寫書 在寫書過程 寫了最好的東西 叫疫情 寫完之後 證書就流傳到現在 中間有幾個人看懂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疫情他排完之後 隔了五百名 孔子看懂的 這叫做疫情傳 那因此呢 世界上第一本的 參考書就是疫情傳 他專門解釋 疫情怎麼來的 而且怎麼解讀它 然後它的內涵如何 所以說他在裡面 很明白的講了一件事情 拜託你們大家解讀掛像 如果你不解讀掛像 你根本就不懂疫情 不懂疫情 所以這個掛像 在疫情裡面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一般來講 要補充一下葉老師所講的 其實周文王他所做出的 是叫做後天八卦 後天八卦之前 他其實還有一個叫先天八卦 就是從福西而來 福西怎麼會 先天八卦就是說 這個人先天他最後有八卦 先天的 先天的 他在那個水就 嘴就很碎 就喜歡去講人家 然後阿滴 就是都在講白語 智希 你就是先天八卦 不是 你才先天 好啦… 一個先天 一個後天 不是 然後問題是 福西怎麼會做出先天八卦呢 是據說遠古的時候 在黃河那邊出現了一匹龍馬 他身上有一些圖像的圖案 然後後來在洛水那邊 又出現了一隻靈龜 他的背上有些文字 後來福西就從這些圖像跟文字之中 得到靈感 把這些圖像文字搭配起來 就是我們所謂的先天八卦 後來就是像那個葉老師所講的 就是周文王的時候呢 關在游禮那邊 那因為閒著沒事幹嘛 不是啦 因為他被進氣 進氣在研究這些東西 是… 這是他的圖書室 對 然後他就演出後天八卦出來 然後到了孔子的時候呢 更喜歡周易了 每天研究才有所的異傳 那值得一提的是 有個成語也跟孔子研究周易有關 那就是所謂的尾邊三訣 尾邊三訣就是說 我們讀書讀到很勤奮 讀書的繩子都斷掉了嘛 原因是因為孔子呢 當時呢非常喜歡讀周易 當時都是用竹简 竹简跟竹简之間 是用牛皮繩子把它串連 但是孔子太喜歡了 對 一直翻 一直翻 翻到那個繩子居然斷掉了 那所以他一直翻 翻到後來斷掉了呢 他還是覺得不夠 他還感慨的說 這個我學周易實在太晚了 再多給我個幾年多好 所以由此可以看得出來 連孔子這麼有學問的人 都覺得周易這麼的艱深 這麼的那個博大精深 就可以知道 我在酸化的時候呢 他不是一層不變的 而是根據他的變化在做運算 如果你要問同樣一件事情 希望在這一個節氣裡面 一個節氣就是15天 比如說郭哥來問我一個問題 結果明天又來 我說不必了 他就是這個答案 可是隔了15天之後呢 也是不服氣 要再看看 那我們再 就是這個專門的賞位期 是兩個禮拜左右 對 連孔子這麼有學問的人 都覺得周易這麼的艱深 這麼的那個博大精深 就可以知道他的難度有多高 對 開卷有異 你看他名稱是一個異 其實是不容易 很難 第一個把異間換成英文 是我的學長 他已經過世了 他的英文叫 就是改變的書 是 40年前 那江波士 那這個聽說 他是科學的 異經跟DNA也有關聯 有嗎 因為我覺得那是來自於天上的 不可能無中生有 你知道嗎 河圖肉是不是螺旋的 對不對 全宇宙哪個地方螺旋的 龍捲風 蝸鳳 蝸鳳的殼 我們這邊在這鎮 這什麼鎮 你說地中海鎮嗎 這是地中海 不是啦 我哪有地中海 法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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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知道 你江波士下次不來了 你是來這裡亂的 他沒有地中海 沒禮貌 這江波士這也要怪你 你是怎麼頭膝要給我看 你說 你就用閉就好 他這裡沒有什麼頭膜 你再告訴我 對不起 我頭了 法旋 法旋 然後你這個指紋螺旋對不對 對 我們指紋 指紋螺旋 整個數月是輪生的 人類的DNA 你的遺傳密碼是螺旋的 也是螺旋的 所以我要講的說 螺旋是代表一個來自於宇宙 長遠的機密 我們高中生學有練過這個 對 遺傳基因對不對 它有四個顏色代表四種東西 這四種東西就是跟四項 兩一三四項 那個四項 兩一三四項 兩一三四項 四項是完全對應的 吻合 四種現象 四種現象 它有四種不同顏色 代表我們的遺傳基因 就有這四種當原料 幾個人當一組 三個人當一組 就是說四個 三個人當一組 現在要寫排列子 對不對 四個 有四種對不對 三個人排列在一起 乘一個有意義的 但是一二三都要有算順序 照排列子有四個三次的話 等多少 六十四 六十四 沒有錯吧 六十四就是六十四塊 是 有沒有奇怪 是這樣 這個不是我亂講的 大概 全世界大概在197 80年代 我跟一個日本人 在美國發表一個論文 古老的中國疫情裡面 有現代遺傳型的機密 結果老外都很配 中國這個 這個 絕對是來自於外星人 因為我們發表是要外星人 對 演講常好 絕對跟外星人有關 所以我不是每個人都看到外星人 對 這數字都有關係 那你看 那你看 這個非常清楚了 對不對 四項 然後三個為一指 代表一個遺傳基因 那遺傳基因做什麼 遺傳基因要生合成氨基酸 生成氨基酸的話 就變成我們的人體的 你跟氨化不一樣 就是氨基酸的組合不一樣 氨化不一樣 這個遺傳不一樣 排列不一樣 這樣講比較清楚 兩個不用衣服太遺了 對 我們兩個打麻煩 不用遺 不是啦 英陽 不用遺就要重發 重發白的 我遺這次大歲 所以老師很清楚 這整個都是掛象 這個就是 那底下 底下三個英文字母就是氨基酸 所以一個氨基酸 對應的掛象有奇怪 好 這個江博士這樣講 我們這越覺得 越來有探討的這個必要 那我們葉老師 這個歷史上有沒有什麼 關於《易經》的故事 很多 因為第一點 在古代來講 《易經》它當然說 是我們奉為歸念的一個東西 第二點從《易經》來講 它在歷史人物裡面來講 也有很多的表現 因為當古代有士官 當我們要做任何事情 帝王都會說 把士官出來 補個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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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明天要出征了 打仗了 補個掛 補錯了 補錯了 士官補好處 補的不好 補錯了就 腦袋翻家 其實葉老師講這個 補個掛在歷史上還滿多的 你有時候即使補掛正確也不能講 我這邊就要順便講周文王 周文王其實他補掛超厲害的 也引起周王的忌憚 你算得太準了會不會威脅到我 所以他後來接受打擊的建議 把他的兒子薄逸烤殺了做成肉餅 然後去給這個周文王吃 如果周文王沒算出那是他兒子 然後吃了的話就代表 你沒什麼能力啦 放你一碼 但是如果你算得出來的話 就代表你真的很厲害 那一定要殺喔 那所以實則把肉餅 送到他那邊的時候呢 就要看看周文王的反應 可是周文王早就已經算出來 他後天八卦也都已經算得出來了 這算什麼 可是算了之後心衝悲痛不能講 所以呢他就假裝不知道說 好吃好吃 還有沒有再來 一口氣連吃三個 然後實者一看 這個就是騙人的嘛 回去跟周王報告 等到實者離開之後呢 他就馬上吐出來 那原本的三顆肉餅 就變成三隻兔子 這就是後來 我跟你講 這不可解釋 你是歷史老師啊 太厲害了 這樣好 學生開心就好啊 講 其實益青喔 就我們所知道 應該是不是像以前諸葛亮 他這個草船借鑑這個啊 東風這個啊 他都可以算 對 他都會算 然後我一直覺得 他是不是諸葛亮 以前他是一個氣象學家 因為他懂得這個 這個什麼...冷氣團啊 或者是這些 這個跟益青都扯得上關係 對 會嗎 這就是二次節氣跟八卦之間關係 但我們要把一個益青算得準 可以時間 節氣 還有這個月份 每天幾點鐘這些都要清楚 清楚才能算得出來 所以你看嘛 益青裡面 包括的你看可以算是氣象 算是整個宜舊的益青 又遺傳基因 那是超科學的 所以益青什麼都能算 那你可不可以弄益青 不能算六個達樂透的數據 沒有 不可以啦 那個益青跟頭路 第一個 不能算名牌 第二個 不能算政治 因為政治辯識太多 是第三個 政治是變很多 但是第三個最好不要算生死 你的生死那不是占卜 那是命理 那是命理 但是你如果占卜不能算生死 是 政治不要算 名牌不要算 健康最好不要 健康也是 健康也不要 勉強可以 這個 那可不可以算說 我晚餐我要吃什麼雞腿飯 還是排骨飯 可以喔 這個不要算好不好 那麼雞毛蒜皮的小吃 還要問三個 你浪費社會支援 不是 浪費社會支援 我一個朋友的媽媽住新職 每天提著菜籃經過 城隍廟就去問她說 我今天要買蔬菜價 他叫他 這個 他叫你扶貨 那半部的八神阿嬤 你自己決定要催我 什麼亂搞 你動作要營養師喔 這個擠得卡路里還要問我 我跟你講這個故事真的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如果喜歡算命 占卜 我們真的是奉勸大家就是說 真的搞到自己沒有辦法 下決定的那種大事再來占卜 對 這樣又比較好對不對 我們要這樣講 就是說 其實疫情它來自自然 也用在自然 我們把它擴大或縮小都可以 比如說我有客人 就很好玩的案例 他來這邊很 中午偷偷跑來說 趕快幫我扶一個掛 好 你看我 我男朋友 我現在剛剛去那個老闆那邊了 他要找工作 會不會 會不會中 會不會中 好 DNA去養核糖核酸 這個英文全名是這個 怎麼唸 我不會唸 怎麼唸 但是縮寫叫做DNA 又稱脫氧核糖核酸 是一種生物大分子 可組成遺傳的指令 引導生物發育 以及生命機能的運作 主要功能是資訊儲存 可比喻為藍圖或者配方 在這邊 就是這個DNA 像不像麻花卷啊 好吃 它是可以控制人家的 這個生男生女 我男朋友 我現在剛剛去那個老闆那邊了 他要找工作 會不會 會不會中 會不會中 好 趕快譜 反正之後我說 Bingo 有了 還有四個月後就生小孩了 有了 這麼快 然後看了誰之後呢 比如說還打擊說真的有了 就這樣子 就說 那在這個 其實易經來講 他譜話是在 是 我們不要把它搞得太虛弦 因為太虛弦就不能用了 而且易經跟討論一樣 一次問一件事情 對 就是說當你能夠 對 在一個點上面來講 它是很精準的 我這邊有很多的案例 案例說 比如說 買賣房子 看房子乾不乾淨 這個很重要 房子可以買嗎 還是不能買 房子買了可以賺錢 還是不賺錢 這個很重要 對 然後再來呢 就是說感情上面 對 在易經普瓜裡面來講 這些生活上的問題都可以 都是沒問題的 還有親子關係 我曾經幫人家算討論 也可以 一個歐巴桑我不是認識 人家帶來的 問他跟他兒子的關係 我第一張牌說 你兒子只想要你的錢 第二個你兒子想殺你 第三個 還沒有講完就哭出來 好像我欺負他 他說為什麼會那麼準 連歐巴桑你都不放過 你太過分了吧 你博士你夠了吧 是不是 江柏師是不是這些話 他兒子都曾經跟他講過 對 所以能量的投訴 後來退他哭 你不能只想剩下 要告訴我怎麼解套 結果算出來說找他舅舅 因為跑是一個得高望重的 叫他親戚的長輩 叫他舅舅來吃完來談 你看有準嗎 他一件事情 所以說這個真的就是我說的 很重要的事情再來問 然後他給你下的結論 你就朝那個方向去做 不要說問的不是自己的答案 還要再繼續問 這個我明天再問另外一個詹姆還是 他一定要問他自己 心理想要的答案 人都是這樣 心理上的反應是這樣 我不知道疫情 討論牌是同一件事情 同一天再問的話就不準 當然不準 第二是這樣子 當然這是有學理的 第一個 如果你要問同樣一件事情 希望在這一個節氣裡面 一年有365天 一年有24節氣 所以一個節氣就是15天 這是完全有學理的 因此呢 比如說郭哥來問我一個問題 好 結果明天有來 我說不必了 你再來講說這個掛也不會變 他就是這個答案 可是隔了15天之後呢 你不是不服氣 要再看看 我知道 白雲大哥15天都在問 能不能再結婚 所以 就冰冰 對啊 所以老師講得很 那你答不答應 老師講得很簡單 就是這個三組的賞位期 是兩個禮拜左右 對 15天 太好了 因為這個 在這二世節氣裡面來講 它的五行力量在變動 所以說我們在算掛的時候 它不是一層不變的 而是根據它的變化在做運算 運算 像這個益金是被譽為說是 這個群金之首 大道之源 那你現代人的頭腦還會再進化嗎 還會 還會 益金是會不斷改變的 因為像剛剛這樣 像博士講一樣 益金它結構成64個掛了 它結構成64掛是真的上下掛這樣組合嗎 那在我的著作裡面 這個掛六個搖它全部要拆開 一個一個去研究的 那個排列則非常複雜 非常複雜 這要非常複雜就是說因為 在益金的掛像裡面 它有很多答案在中間 而不是上下而已 中間 意思呢 所以它還會進步 對 我來補充一下葉老師所講的 就是說 我們從福西到周文王到那個 孔子已經其實有所謂的進化了 但是我們說到了益金 益傳之後就沒有再進化了嗎 其實有好幾個進步 譬如說 像那個推背圖很有名 對不對 推背圖 李淳豐 對 李淳豐跟袁天剛的預言 那也是從益金八卦的基礎而來 我這邊要講的是說 北宋有一個學者叫做邵雍 邵雍他曾經做過那個 福西八卦圖 然後這個圖呢 後來輾轉被傳教士傳到西方去 被西方的數學家布萊尼茲看到 怎麼有這樣子兩種 兩種符號就可以變出 這麼多的那個變化 所以他後來就創造出 我們現在電腦運算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電腦運算 其實也是從益金八卦而來 沒有錯 他多科學啊 再講到說 現在最新的叫量子力學 對 那量子力學之中有一種叫 那這種量子糾纏的意思說 它兩樣東西之間 無論距離多遠 無論時間空間 它都有一個互相交互的作用 那這個東西在益金上 它其實就可以解釋說 人跟人之間 我跟你又是完全沒有關係 我為什麼能夠補掛你的東西 因為可能是你的意念 可能是你的意志 可能是你的運勢 剛好跟我做某個程度的硬核 而我能夠掌握這些契機 我就可以算出你的那個命理 所以呢 你可以像那個不管是風水 地理 甚至是八卦 其實都有類似這樣 你說它不存在 它其實都存在 因為確實有人 因為這些東西受到影響 郭哥 最後換我算一下 妳算什麼 妳算什麼 我要算 我很想要算我今年的工作運 但是外面就叫我算感情 妳感情不用再算 我真的很不想算感情 我就算一下感情好了 還要再算感情 算一下 我告訴妳 智希 妳有了事業妳的感情就會來了 真的 我講在前面 好 女孩子都這樣嘛 好不好妳算 689102 兩個 689102 那麼快 689102 我剛剛想很久 我在這邊一直想 689102 妳是10的模特兒嘛 102 對 102 其實 妳不要看她這麼可愛 她其實 她是真的 她是真的可以霧 霧色 好 在這邊來講 其實她 妳可不可以看她這麼可愛 其實她 如果交男朋友這方面 應該算滿嚴肅的 絕不隨便 不隨便 不隨便 像郭哥就不要對不對 對啊 白雲哥也是 偶爾給個方便 對 當然在她的 其實以現況來看 她現在其實應該心中 有一個對象是她喜歡的 她講出來 是不是 她不是講出來了嗎 妳在這個掛項裡面 第一個當然說 您現在應該有一個 妳欣賞的對象 第二個這個對象 從這個107年 不 105年 105年的這個7月份左右 那跟妳有互相互往來 去年嗎 去年 現在1年106了 對 從7月份開始就往來了 第三年 以現況來講 當然說 您是 蠻欣賞這位男孩子 可是話說回來 對方 不曉得喜不喜歡妳 好像不太 不太鳥妳 不太在乎吧 這叫單戀 好像還不太在乎 所以不要可惜一點 因為她沒有帶她去北海 對啊 北海岸 就停定北海岸一下 還有嗎 因為對方來講 也可能是變動不拘 就是你可能不太容易 掌握到對方 所以你才 是她不敢下手 她什麼星座 是對方不敢對她下手 還是她不敢對對方下手 我也沒有要下手 對方不敢對她下手 對方 對方什麼星座 我們本來不知道 因為 心中暗戀 對 因為以資訊來講 她在交男朋友這一塊來講 其實是 自我保護意識比較強烈 像這個東西 在三年之後 你就會放手一搏 對啊 算了 掉下去吧 我以為三年之後 你就會慢慢習慣 像這個東西在三年之後呢 你會放手一搏 對啊 算了 掉下去吧 我以為三年之後 你就會慢慢習慣 退倒了 以前阿嬤幹嘛這樣 我會再單身兩年 第三年就想說 算了 就交了吧 不是 就交了 就推倒了 不會啦 對 因為在這個 我們異星掛象裡面來講 因為它五行變化 五行有變化 第二點 異星掛象在變化 第三個 根據這些變化 它有一個推論的起伏 在起伏裡面 當然每一段時間 每一個人他都會變 比如說每年的年頂 我們大家都在變 變 我們會變成 所以說在 每年的11月之後呢 我們開始有思想 有計畫 有條件 以這個來講呢 當然以智希來講 現在來講 這個冬天 就從歷動開始 這段時間 可能你會滿在意某一個人 雖然他讓你無法掌握了 就是說比較 動態性太大了 掌握不住 可是話說 過了春天 過了夏天之後 你可能就會慢慢 算了 然後因為到了冬天 又拉起這個興趣 這種持續會持續兩年 兩年之後呢 你就會放手一搏 就算了 就出海捕魚了 出海放手一搏 好 放手一搏 殺王 這被他問一下 我突然腦海閃過 閃過什麼 你說我問了 感謝 我們要結語了 謝謝大家方看 沒有... 不要你開 跳一下 這個555啊 888 任何一個補掛 不管中事西事 都要先講事情 對 你要在心裡 對 主題要先出來 事業 他說你快改行變成星座大使 對 不要再來聊外星人了 在這個世界上來講 還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你所談的這個事業 您投資滿久了 也蠻多的 也上輔助方向 因為這個 就是說一投入 比如說 投入某一個事業 一直投... 你就搞不清楚 他什麼時候回收 一直投入 在這種投入情況之下來講 當然會 讓你感覺 仗然和尚摸不著腦袋 可是話說回來 在這個冬天就在現在 現在呢 我們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 說你投資一東西 感覺到他已經有點動態了 有點動態 如果他有動態 我們這個事業都一樣 如果他有動態的時候 我感覺好像機會又來了 這個東西呢 可能在過完年之後 會慢慢有 income 會回收 會回收回來 這還算不錯 是有機會 有機會 有期待的 謝謝 郭哥這應該投資什麼 沒問題 投資新作 要出書 對不對 好 那謝謝我們 老師還有什麼要補充 這個會出名 這到底什麼 到底什麼東西 他會出書 這會出名 對啊 他會出書 出一個星座書 對啊 如果要出書的話呢 最好在春天 夏天出來 那就是三月底 秋天 冬天不行 夏天 那六月 春夏的時候 春夏 春夏 春夏最適合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太好了 今天這個 這個被窒息問了一下 我也這個起心動 等一下大家都要試買單 對不對 我們今天討論到這裡呢 我們也非常感謝老師的 幫我們這個占卜 從你看看以前 遠古時期的這個 占卜液經的八卦 到現在我們的緋聞八卦 你說占卜液經有沒有進化 的確是有進化 然後這樣變成茶餘飯後 大家在聊八卦 但是茶餘飯後 聊完八卦之後呢 也希望大家有重要的事情 也來問一下液經 來問一下八卦 謝謝大家收看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晚上11點準時收看我們 非常易事見 謝謝 拜拜